近年来,随着俄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,在军事领域也颇有建树,而在世界军事领域的竞争,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。 换句话说,是先进的人才推动着军事的发展,我国就涌现出很多优秀人物,例如邓家仙、钱徐森等人,是他们用满腔的豪情与汗水铸就了今天我们强大的中国。 说到军事领域,无论是上天还是下海,我国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,天空气力主进上天,让我国在航天事业上在世界上拔得头筹,在天上事业拓展的同时,海下也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。 这部,最近有网友发出的照片显示,我国的江南造船厂已次出现003舰的三大分段,消息一出顿时轰遍网络。 航母是航空母舰的简称,是一种以舰载机为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,尤其是在战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,拥有了一艘技术先进的航母就是拥有了杀手舰,而人们在激动的同时也在怀疑的边缘,难道我国真的造出了更加先进的航母了吗? 但目前官方还没有给出真正的回应,但是就凭借着网友发出的图片,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到航母的身影,希望这个消息是真实的。 这样就说明五国的军事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,不过根据军事学家们的预测说, 这次003舰将会摆脱以往的设计,从以前的思路当中跳出来采用最新的技术,来打造最有实力的航空母舰。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,那么五国航母的作战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,五国的军事力量也将越来越强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